中超跑路外援诬告俱乐部千星国际足联财职,中超俱乐部获赔五百五十万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善人先告状,这句话放在伊拉克球星阿克拉姆身上再适合不过了。 日前,伊拉克俱乐部巴格达差人队暗示,曾再次收到了来自国际足联的罚款通知书,俱乐部需要在8月22日前支出给大年夜大年夜联一方八十点五万美金,约和人评议近币五百五十万的抵偿款,假定过时不付款,将遭到加北俊丽的处罚,这一指罚单还要追溯到2014赛季的中超联赛。 事前的大年夜大年夜联阿尔宾牵下了在亚洲足坛颇具实名度的阿克拉姆,阿克拉姆何许人也,他是伊拉克打劫2007亚洲杯冠军的中间球员,也是亚洲杯的最好球员。 别的,伊拉克国奥杀入雅典奥运会四强时,阿克拉姆也是球队的主力,让中国球迷印象更深切的是2010南非世界杯遇选赛,恰是阿克拉姆的绝杀, 将中国男族再一次踢出下场,事前,阿克拉姆和阿尔宾签下了两年的合同,不过,因为身体发福,阿克拉姆的暗示不经采绝伦,半个赛季仅仅出场三次后,下窗转会开启,阿克拉姆跑路了,在没有与阿尔宾完成解约的前提下,阿克拉姆加盟了八个达差人队, 关于本身为何有合约再生却分格中超,阿克拉姆暗示,阿尔宾俱乐部欠薪,合同该当主动消弭,这一纠缠闹到了国际足联,在阿尔宾被一方拉拢后, 本年三月份,国际足联明察秋毫,确认阿尔宾不存在欠薪行动,八个达差人俱乐部被归签人,被判抵偿大年夜大年夜,连一方79万美元,十分艰辛, 在国际足联参与的官司中,中超球队获得了成功,然则,到了实施的层面,倒是难上加难,八个达差人俱乐部的最新表态是, 曾值钱了五个月,俱乐部还在筹款,不过,至今仍然有力支出这笔递偿金,曾下跌了1.5万美元。